巴黎 巴黎已經成為我新的鄉下 因為過去14個月 我計一計已經去了3次 這次我原本預約了7晚Airbnb 我看這間屋很漂亮很大 這間屋在Saint-Germain 想著很開心 去到都發覺OK 這間屋又很舒服很光猛 誰知一到晚上就出事了 很冷很冷 原來巴黎很多大廈的Central Heating 是要10月15號才開始的 在晚上9度的巴黎 沒有Heat 你想不想像到多冷 這間屋是Central Heating 這間屋是很冷 不太冷 外面是9度 這間屋是很冷 所以房間是很冷 我跟HOST投訴 他就拿了兩個暖爐來 這間屋一千多寸 哪裏暖得到呢? WiFi在廳中又收到 在房間裡 在床中又收不到 唉 後來我又不斷打他 跟Airbnb投訴 想要住一兩晚就轉 那麻煩他退錢 怎知搞了很多天 業主不肯退錢 Airbnb都說他沒有錯 因為他又給亂爐仔 我不肯退錢 Airbnb我想真的沒有下次了 我覺得他完全是Favor的業主 也不理會我們住客 唉 算了算了 不過又讓我發現到一間很好的酒店 下一集我再詳細介紹吧 唉 別讓他影響心情了 逛逛街 見到有花圃 又有麵包圃 嘩 進去買個麵包吃先 熱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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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巨毛霸一樣 你不要看麵包平平無奇 其實裡面又有少少Custard 表面又有些砂糖 很棒 然後又走走走 嘩 見到這間店很熟口 嘩 這間就是Sony帶我來的 六年前 讓我進去逛逛 嘩 好美呀 它這些顏色更美 之前都是金銀銅 現在有些粉色很美 它是用成結來製造的 不是只穿豬仔的 所以非常之特別 和有立體感 我在廚窗見到這一條 嘩 行 直買 不用想了 嘩 買硬 這條 這麼容易親 反而太貼頸那些 真的要想怎樣親 這條隨便 劈在麵面已經可以了 對 我會拿這個 好的 嘩 又去Rubuchon吃飯 每次去不悶嗎 那又不悶呀 一來吃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二來它有些季節食物 好像這次 它就說有兩個意粉 一個是松露 一個是龍蝦意粉 它還很好呀 比我們每人叫半份 那不會吃到飽了 而且價錢還合理 我自創了一個吃法 就是把松露 沾到它的Mashed Potato 嘩 好美味呀 還有這個Coconut Cream的甜品 我每次都會來吃 因為很軟 很棒 它是用椰奶 用-200度 做到它像雪糕一樣 沒有加糖 沒有加碎 沒有加奶 就是椰奶凝固成的 片尾就會有開箱 不過這個時間 先看短的廣告吧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基本的護膚要有哪幾個步驟 又或者如果你去旅行 想帶最少東西 應該收拾哪幾個產品 首先就是Cynergy的Ultra Cleanse 是一種日夜都可以用的cleansing gel 它是很溫和 亦都可以落到防曬 或者Cynergy的礦物粉底 用cleansing gel 不用太fancy 乾淨、溫和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早晚用 洗完臉 就要用益生菌益生源的肌底液 Dermaotic 因為皮膚第一度屏障 就是你的菌層 所以這個就可以增加你皮膚的益菌 加強它的防禦能力 亦都可以令皮膚沒有那麼敏感 然後呢 不少就是Cynergy的維他命B3精華 它是一支可以做到保濕、鎖水、控油、增生骨膠原 即去紋 以及美白 這個是13%濃度 得過醫學級的維他命B3 亦都有B5是加強過補水的 塗完精華還有什麼一定要塗呢 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塗防曬 那Cynergy的UberSync 有21%SyncOxide 是天然的物理防曬 不會傷皮膚 你也可以拿它來化妝的打底 它亦都加了很多抗氧化成分 本身也是一支抗氧化的面霜 現在這四個產品的組合 我們還會做8-5支 那1000元鬆一點就可以得到 每天護膚基本程序就已經做好了 應該已經可以解決了你皮膚很多問題了 好啦 讓我們開箱了 那最後一天我在Lubon Rock Shade 就買了這個品牌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帶出來尤其是上鏡 見人就覺得很出 它有一些耳夾 就一隻這樣賣的 例如這一隻 那我試給大家看 下面是穿耳夾 上面這個也是給你勾著耳 就變成好像有一個大的耳夾 因為我也喜歡戴耳夾 其實因為很立體很漂亮 但有時候我真的很怕它掉 所以這一種又穿耳 又像耳夾 我就很喜歡 都是一個像耳夾類的東西 不過它也有一個扣 你看看這裡開的 其實什麼方向都可以 讓你這樣夾 你可以這樣夾 也可以夾上面 圈回來 如果是夾上面 就是這邊 它是一對的 有左有右 總之你喜歡夾在哪裏 都可以 結尾結果就好 這樣又可以 所以我覺得很優雅 不會那麼容易脫 我覺得都可以 這一件牛仔褲 看一看 我也想買牛仔褲 因為上次買已經是很多年前 那次去意大利買了兩件 然後也沒有買過 它這個款式挺好的 超級大 後面又立體 這個是France 34 你也知道本身是超級大 那要改甚麼呢 本身的袖子去到這麼長 我就說都不是那麼好 很隆盡 它就幫我改短了 而且它後面的老虎是有乾坤 它不是印上去的 它是瘦下去的 所以這件牛仔褲也是值錢在這裡 你在裡面看到的線 你就知道它是收下去的 那手工很漂亮 對吧 那我覺得有一件 premium一點的牛仔褲 也是好的 對 下一集我會介紹一間 很特別的酒店 三間不同風格的日本餐廳 夜遊巴黎應該怎樣遊呢 還有當然有更多的開箱 下一集再見 MemingBird